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安 我想 我跟林淑芬委員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们首先要对这个今日的议程 对我们的主席提出一个疑问 主席 本席要对您提出疑问 这个为什么 民进党的12年国教推动条例的版本 没有在今天并同 这个行政院版的高级中等教育法潮 那么以及陈学胜委员版本的12年国教基本 这个推动条例草案 一并送入这个教育委员会审查 那我们都知道说教育是不分蓝绿的 不分党派的 那12年国教在没有法源的情况底下 已经仓促的对社会来公布 现在公布的方案是没有法源的 所以这个立法这件事情对12年国教 让他能够长期一个稳定的推动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不论是国民党或立法 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都曾经咨询我们蒋部长 希望能够制定12年国教推动条例 蒋部长也曾经承诺 要来这个由行政院自己来拟据12年国教推动条例 但是今天看到这个议程非常非常的遗憾 行政院只有高级中等教育法草案 没有12年国教推动条例 而立法委员非常负责的 民进党提出12年国教推动条例的版本 却不在今日的议程里 我们只看到陈学胜委员的版本 难道教育还分蓝绿吗 那我跟大家来说明 民进党提出的版本 就是在日前被国民党的委员 原定的议程把它复议掉了 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委员会来讨论 本席也是程序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 我们的国民党的委员 今日要来做这个弥补的工作 那么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复议 是侵害了我们立法委员的提案权 让社会我们代表不同民意的意见 没有办法在今天并案的讨论 我们希望说并同讨论 我们希望说国民党委员今天率先来弥补这件事情 要让民进党版本的12年国教推动条例可以并同讨论 主席这一点待会希望主席要具体的回复 那第二个今天我们所有的内阁政务官要总辞 那今日总辞是我们宪政体制的一个惯例 但是呢这是惯例也不能代表说政务官一定连任 所以今天邀请蒋部长来报告 我们也不知道说蒋部长这个报告 是不是代表的是只做到今天的教育部长 还是接下来520之后要继续做的教育部长 所以今日的报告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效力是如何 所以我想啊 这个在今天我们要求主席待会要处理啊 待会蒋部长这个报告 到底我们能不能这个请部长报告 到底算不算数啊 我想我们要整个来尊重这个宪政体制的这个运作 部长不能自己认为说 他可以继续做就继续做 那么我也担任过政务官啦 也历经这个几次的总辞啊 只要一总辞不能够批人事案 不能够有重大的预算使用的指示 那么对立法院我想今天也要有一个尊重的一个表达 谢谢 感谢